日本、美國、法國和澳洲在5月14日 首次在東海舉行聯合軍演 釋放圍堵中共的明確信號 日本專家直言毫無疑問 這場軍演是對中共咄咄逼人行為的一種威懾 日本將與盟友一同攜手 對抗來自中共的直接威脅 日美法澳於5月11日 啟動了代號ARC-21的聯合軍演 包括空中、陸地和海上的演練 將在長崎縣左勢堡市的雙袍駐地 橫跨宮崎縣與陸兒島縣的舞蹈演習場實施 演習將一直持續到5月17日 日本大臣岸信夫說 四國的艦艇、飛機將在東海進行對艦船的演練 此外航空自衛隊的F-2戰鬥機 也將參加防空演習 此次四國聯合軍演對中共釋放明確信息 日本共同社報導稱 日本海上自衛隊發布東海編隊航行圖像的舉動 只在展示各國團結 強烈牽制就沾各諸島和台灣局勢處於緊張關係的中國 日媒表示 日本將與盟友一同攜手 防衛來自中國霸權主義對外擴張的直接威脅 日本托籍大學教授川上高斯則直言 毫無疑問 這場軍演是對中國在該地區日益撤撤逼人行為的一種威懾 該演習也是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與法國陸軍進行聯合演習 外界認為 法國並沒有與日本結體條約 在台海、東海局勢敏感之際 參加日本的軍演 這是對中共來說 是史無前例的軍事動向